Hello, 歡迎大家來到家家康 今天我要帶大家看的 這個樓盤是在 Burton upon Tramp 下面的 一個叫Swillinko的地方 其實都是一些比較時交的地方 客人想看這一區 所以我們就特意來到這一邊 看看他們這裡的示範單位 我身後面的那間獨立屋 大概是340,000左右 我們現在事不宜遲馬上進去參觀這間Show House 好, 先看看外圍 這間叫做The Kinbury 這間是四房的detached 我喜歡外面的格子窗 好, 進去看看 進來, 這裡很奇特 進來, 本來的走廊位 這個位置已經有一個可以做辦公室的空間 也沒有用到門封鎖死 為什麼呢? 因為這個空間不夠一間房間 所以不能夠封鎖死 也不能夠說這間是一間房間 但也不錯 這個位置其實 你叫吃飯很方便 在後面 吃飯, 我可以走過去吃飯 因為這裡可以放書桌 這個地方做工作桌 挺好的 它在地上全部都是磚 但這些不包的, 選擇沒有 要選擇更加的 它本身是完全不包的 所有樓盤都沒有 一概都沒有 也沒有 這是大門位置 大門有一個玻璃 這個真的有安全隱患 可能你搏進來, 這裡就能開到門鎖 所以我建議門鎖用這種鎖匙 不要一開就可以開到 因為這玻璃很危險 好, 現在我們移動到客廳 這個四房的detached house 客廳有點失誤 有點小 我覺得 這個價錢來說 不算太差 但我覺得小了一點 這個廳只有150呎 150-160呎 所有的層樓 燈色有些不包的 這個純粹是show house 給大家看看 那些牆子都不是這樣 全白色的 這些不包的 不過燈位是包的 好 好, 那我們 我們移動到其他部分 譬如這個位置 就是廁所位置 廁所位置 廁所位置 這個尺寬的尺寸 我覺得是不錯 不錯 但不知道會不會 掛覆這樣的話 有點怪怪的 但它也是名次 也有抽氣線 還要入場燈 這樣 OK 那過來這裡 看看廳前 看看這是什麼 怎麼帶到門 咦 Utility room 都OK 雖然五臟雖少 一應俱全 是否這樣說 我不太記得 那句話是怎麼說 這裡有洗衣機 有個boiler位置 這個有個boiler boiler Porterton 全都是用這隻 combi boiler fuse box 這個位置 應該是擺 降衣機 但我覺得好像有點小 應該擺不到降衣機 它只可以擺到洗衣機 旁邊 這邊應該擺不到降衣機 太小了 所以可以買洗衣 這裏還有個暖爐 也是做了入場燈 還有抽氣線 這裏是優勢的 這裏是優勢的 來到這個主菜 這裏是Kitchen Diner 這裏是用了Open Kitchen的形式 我真的覺得這裏不是太寬敞 這裏是四磅的 但是在這裏做了一個電視牆 其實適合你放電視兩邊的熱量 這個距離說真的 你不能太大部電視 你60吋就已經適合了 太大 譬如85吋那些 你就會太有頭暈了 因為你跟電視機距離不太遠 另外再看看這一邊 就是它一個 我猜是一個名牌的廚房 很多東西都是要升級的 不是說原本包的 譬如這裏 Often那些 包一個 不是包兩個 另外譬如這裏 電爐這些是包的 但是很明顯 這些漂亮的東西 其實都是Laminate 不過我相信也是要升級 價錢的 那這裏有些 貴 這裏也是貴 那我覺得呢 你先不要理會它 是不是很多東西要加錢 它那個造型 確實是新潮的 因為 看那麼多示範單位 但是呢 做到這麼Cyber的房子 我也是小潔 如果是廚房來說 其實是帥 像是那種看電影那些 做一個LED的Light Stripping 在這裏 我覺得是挺好的 另外呢 再看看 這裡有個雪櫃 不知道有那麼多chili sauce 那這裏 本身都是包包的雪櫃和冰櫃 另外這裏呢 有個洗碗碟機 都是Hot Point 基本的 都是會包這些 那有個星盤 這些是漂亮的 加錢的 那它呢 就跟我平時看Soul House不同 我平時看Soul House不同 我平時看Soul House很大的 Extractor 它這個就不是的 它這個是一個 比較小一點的 你看看 不是很適合你香港人煮飯 它是用choco filter 那一種 那這個瘦柳柱 告訴我 它是抽出去的 就不是內循環的 不過這一種呢 就由煙積聚會比較多 就是抽得不夠勁 因為它是用那些filter 你需要換裡面的choco filter 但因為可能它要展示到 這一種unified look的廚房 所以它就用了這一種 另外一個特色位 我不知道它這個是不是 加錢 應該不是價錢 它是做一個假天花 那些廚櫃 就是叫做去到上頂 但它就做了一個假天花 那這裏其實是床髒的東西 但是在香港很多房子 裝修都會做假天花 如果給我 可能會再放一條LED strip 再發光 這樣會更漂亮 另外這裏在廚房後面 就做了一個櫃 在這裏 我覺得它美觀 美學主義是大於實用的 這一個廚房 完全是以一個美觀的角度出發 尤其是這個七油煙機 我有一點點補了 好 好 那再移動到這個樓梯位下面 也有一盞燈 有個alarm system 還有一個internet box alarm好像也是要付錢的 據我所知要加錢 好 那我們看完樓下 就 move on 上樓上參觀一下 樓上是怎樣 好 好 上到樓上 先來看看Landing 這裡有一間房 兩間房 廁所 第三間房 還有我身後面 第四間房 好 首先從最小的房間看起 這間房很明顯是小朋友房 比我想像中大 其實擺一個雙人床 都是足夠的位置 另外這個位置還有一個位置 這裡還有一個入場櫃 其實就是樓梯底位 我們都善用了這個位置 做一個衣櫃 雖然沒有架的位置 但是你自己可以做 這些是很普遍的 很多新樓都有這種設計 OK 看完這間房 我們就再看看主廁所 它也是地下鋪的磚 一道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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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開三種不同的款式 這個大廁所來說 就不算太大 它很特色 這裡的浴室 就在天花瓣製造了那個東西 如果你說你的水喉裡面 有任何斷裂 或者要維修 相信都會較為麻煩 因為它做了一種入場式的設計 你這些都要拆開 如果裡面有漏水 你這些東西全部都要拆開 這裡有一個花灑 很漂亮 它的設計很漂亮 希望它的材料好 如果不然就很麻煩 所以我看它的手工都不錯 因為膠方面都做得很漂亮 整齊 沒有擠到什麼斜 這裡也做了一個凌空的洗手盆 其實有瑕疵 例如這些位置 看到這些膠位 擠到歪了 不要以為看展示屋一定完美 這個是不能開的 我以為是櫃桶 就沒有了 不是櫃兒桶 做了一個熱毛巾的暖板 做到上頂 也不錯 如果是冬天冷的話 這個就很重要 另外它也是一個名廁 同時之間也有抽氣扇 但是你抽氣扇位 在中間其實會不錯 因為那些濕氣 就在中間那裡抽走 就好過你放一個角落頭 好 我們再移動看看 第二間房 這間都是雙人床的房 它做了一個位置 這裡就放假 和梳妝桌 實際上你會做什麼呢 這個位置 是預定你可以做入場衣櫃 從這裡開始 一路剷過去 就可以做入場衣櫃 所以它登祭就不做在這邊的場 登祭就做在這邊的場 如果這個位置要做一個入場的衣櫃 好 我們看完第二間房 我們看看 在這個角度 看一看 Landing位置 Loft在這裡 這裡鎖 好 第三間房 第三間房 就是斜頂 少少斜頂 但我把床放在這邊 其實就不太影響 我覺得可以的 還可以這個設計不算太大問題 這裡沒有碰到 沒有碰到 好 在這裡已經做了入場衣櫃給你看 不過這些全部都是這個價錢 就不是包的 如果沒有的話 就這樣留下空位給你 有些人可能會買一個IKEA的櫃 塞在這個位置 其實都很簡單 真的只有一個版面 每個新樓都是這樣的 全部都是一式一樣的 這些衣櫃 基本上 OK 好 那我們再看看 最後一間房 就是主人房 這個就是主人房 主人房 其實也不算大 簡直小 主人房這一間 大約三百多千 這間算不錯 合格 他也是做了一個衣櫃 這個衣櫃也是 加錢就有 這個角度拍過來給你看看 好 再進去這個是en suite 門櫃其實挺有特色 通常這些就扭出來就能扭到 這些鎖其實我覺得比較穩陣 有時那些廁所就沒有那麼漂亮的門 門就不算flimsy 也很實正 而且也很闊 門口開得比較闊 比其他一般我看的屋 這裏是主人房的套廁 也是地磚鋪到頂 所有磚鋪都鋪到頂 很有香港人哲學 他用這個shower screen 就有些特別 如果你進去之後 他就是這樣弧形 包住你在裡面沖 但是這個位置很容易爛 以我的經驗 你開得多就一定有問題 熬不到十年 告訴你 他也是用一個入場式的設計 就是你叫它花灑在這裡 然後它在天上 吊個shower臉龐頭 這種裝修是漂亮的 不過可能會比較難去維修 因為它是電子操控 如果再花灑再加電子 你知道多電子一定會多些壞 大家要在心目中有一個計算 這裡有一個銜盤 有一個座廁 另外這裡按下去 還有一個小櫃 好 這個就是廁所 暖板也是做到上頂 一直做到上頂 這個很重要 因為冬天的話 要暖 其實我們現在屬於East Midland的地方 這間屋 因為它不是大城市 也是比較小的地方 三百多千 真的不算貴 但是裡面的感覺 都是比較小了一點 它盡量做到一個開揚的感覺 其實這間屋 它很多 譬如廚房和廁所的設計 有一種是 華而不實的感覺 例如它的抽氣線 它的花灑頭 電子開關 或者零空的聲盤 這些都是美觀上的東西 但在實用性方面 比我其他看的屋 低了一點 另外它的Kitchen Dining 整個位置都不算太大 不過整體 你進來的感覺 就覺得它很普遍 它是有設計的 而且它的用料 也是不錯的 不是說差的那種 因為你去看一些比較差 一些的發展商 用料很明顯看得出來是差的 而且它的門很闊 你看到嗎 它的門全部都很闊 亦都很厚實 我挺喜歡這件事 但譬如去這個Utility 有點傻傻 你弄了兩個位置出來 有什麼理由 只有一個洗衣機 旁邊放不到乾衣機 你是不是應該可以放乾衣機呢 我有這些疑問 但整體來說 我覺得合格 例如有70多分 我自己給它 如果大家喜歡我今天的介紹 記得Like,Share,Subscribe 記得按一下小鈴 就知道我什麼時候出片 今集時間差不多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